这个女孩脱掉内裤 然后像狗一样趴在地上 接着男人把内裤塞进了坐在沙发上的父亲嘴里 父亲很想反抗 但是他的双腿已经中枪 整个屋内只剩下一片哀号 但这才刚刚开始 接下来的游戏更加刺激 女孩被男人单独拉到一边 他告诉女孩 接下来女孩每脱一件衣服 他就会开一次枪 直到身上一丝不挂 游戏才算彻底结束 枪里男人会留下一颗子弹 每次六分之一的单独概率 能不能活下去去问上帝吧 看到这儿 你们以为男人是这部电影的最大反派 其实他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几个月前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 足以让你们改变对他的看法 嗨大家好 我是老娜 本期我给大家带来这部复仇爽片 死亡山地 时间线拉回几个月前 三个年轻有人相约去旅行 一对小情侣以及男主 简单介绍下人物关系 男主和女主曾有过不正当关系 但女主不想让男友知道他们的曾经 就这样 他们来到一处荒郊野里 据说这里还是当年二战时期的战壕 途中碰到了男友的朋友 也是此处的管理员 来得正好 男友提议让管理员给他们三人拍照留念 三人摆好姿势 但男主却踩中了一个稍稍隆起的东西 管理员让男主千万别动 说那有可能是二战时期遗留下的地雷 最后便跑下山去寻找救援 但从我们的视角可以看到 管理员并没走远 此时男友问了男主一句 你觉得在这里踩到地雷的概率是多少 原来这一切都是男友设计的 他也早就知道了男女主以前的关系 接着他拉掉了保险 头也不回地走了 现在只剩下两人 女主看着眼前的铁锹 想起了男友的话 挖一个大坑 再抬脚的一瞬间跳进去 如果运气好的话 可以保住一条腿 还能怎么办 挖吧 挖到一半一位路人大叔路过 他提着枪带着狗 一脸的不怀好意 两人请求大叔的帮助 在得知事情完美后 大叔却说他需要好处才能帮忙 这时的男女主都想不到 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大叔自顾自意地翻起了女主的背包 找了半天却只发现一条内裤 这可不够 他想要女主身上那条 男主无比气愤 但自己却根本没有谈判的筹码 无奈的女主只好脱掉内裤 拿到内裤的大叔 却只装模作样地挖了几下 便停手作罢 其实大叔包里的对讲机响了 女主想要用对讲机来联系警察 没问题 我什么都可以答应 只要你再陪我玩一个游戏 他说着大叔将手中的内裤扔了出去 他想看女主像狗一样把内裤叼回来 其实的女主能做什么呢 他只能听从大叔的变态要求 内裤叼回来了 但拿到对讲机的女主悲催地发现 里面的语言根本不通 需要大叔的翻译 大叔嘿嘿一笑 没问题 那我们再来玩一个游戏 女主每脱掉一件衣服 大叔就会翻译一句 直到你满意为止 脱到一半 女主忍无可忍说游戏结束了 但眼前的这个景象 却勾起了大叔的深层欲望 他强行拉着女主 在石头后面欺负了他 看着眼前的女主男主痛不欲生 他捡起地上的枪 悲愤地叫喊声 在山谷里回荡 但就在这时 大叔的狗扑了过来 男主被扑倒撞在坑内 晕了过去 大叔看着坑里的两人讽刺地说 你们电影看多了吧 这要是地雷早就炸了 雷虽然是假的 但女主却实实在在 因为这颗雷而死 时间线回到开头 男主拿着枪 与大叔的女儿玩起脱衣服游戏 看着眼前痛苦的大叔 男主的情绪被推到顶峰 原来当时 你是这种感觉啊 但一声枪响 一切在这戛然而止 男主有点懵 这是他想要的结局吗 本片最大的败笔 就是铺垫实在太多 当高潮真正来临的时候 观众都有点跟不上 但结局男主的表情非常有意思 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最后一个游戏 把情绪推到了巅峰 却因意外的一枪 戛然而止 这是男主想要的吗 应该不是 以暴制暴 必定不会是一个最优的手段 电影结束 那本期就到这里了 我是老娜 关注我吧 每天讲故事给你听哦